由新北市议员刘哲章扶出 新店新河国小主办的新河杯海峡两岸哨棒交流邀请赛 27号的上午在清溪河滨棒球场举行开幕典礼 来自江苏无锡市的五个学校三支队伍 与新店的大峰国小新河国小以及大卫社区棒球队一同参与 希望透过了同场竞技彼此切磋球技 吸取宝贵的比赛经验 2016新河杯海峡两岸少年棒球邀请赛 27号上午在新店清溪和平棒球场热血登场 来自江苏无锡的小球员 以及新店大峰国小新河国小与大卫社区棒球队的球员们 共同齐聚以求会友 这次的邀请赛是由新北市议员刘哲章协助促成 议员服务处主任吴坤线就表示 希望透过交流赛让两岸的小球员们都能够相互学习 无锡这边也是一个棒球一个蛮兴盛的重镇 所以都特地邀请他们过来 让我们小朋友不用出国就有机会 能够跟我们外队来做一个比赛交流 然后从对方从自己来知道 说一些自己的优点弱点再来改进 这次无锡市一共有五校三队前来交流 包括广义中心小学 博庄实验小学 后桥实验小学 华庄中心小学 梨园中心小学 共约60位球员教练领队参与 无锡市台判副主任张树峰表示 由于台湾棒球发展蓬勃将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 所以对于能够受邀来台感到相当荣幸 也期盼小球员们能彼此切磋球技联络感情 我们这次带了无锡的五个学校三支棒球队 到新店来学习来交流 主要也是让小朋友有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 学习台湾的棒球 学习技艺和台湾的小朋友们一起 同场竞技交流感情 在开幕典礼上由新和国小校长张寿松 大风国小校长李春芳 大卫少棒总教练蒋家阳 台湾棒球名人堂副理事长谢明勇等贵宾 一同进行了开球仪式 大家都希望借由这次的交流邀请赛 让孩子能有更宽广的事业 吸取更多的比赛经验 并且让棒球运动可以真正的向下扎根 让我们孩子们看到台湾之外的世界 也能够想想 他也许以后他的发展的环境不见得在台湾 那有各种国际观 那也许下次在威人Porter上面的时候 可以跟这些朋友们在一次聚会 那这是我最大的盼望 希望我们台湾的球队能够代表台湾精神 能够搭到每一个球 全力以赴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团队精神 让透过今天的整个交流赛 不只台湾的选手 大陆的选手都能够透过棒球有一个很好的交流 大家能够共襄盛起来把这个台湾的运动 能够带到我们最高点 让每个国人多人因为体力而团结在一起 虽然艳阳高照 但是小球友们在场上一点也不畏惧 炙热的阳光 怀抱着对棒球的热爱 大家尽情地在球场上挥打奔跑 不论谁输谁赢 相信这场交流邀请赛 已经让每一位球员都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记者杨宝友赵芳琪新电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赛